来 兄弟们 我是二娃 咱们在这个稻田里面抓扇鱼看一下 刚才这里打开了一点 一个洞很大 这个洞说实话 有可能是金货 很大的一个洞 不要忙 这后面还有一个洞 你把它插过来了 不得 刚才把这边理了 万一你插过来踩了 好 不要急啊 家的妈 又是金货来了 哦 这里就穿了 排查清楚的 这种弄皱了 可惜了 这都跑了 哇 有可能在这个树桩下面去了 对 又是金货啊 哥哥们 大吼 二娃 你们明天还来吗 明天 先看一下老板那边商量的怎么样啊 对 先商量一下 我脑壳有点痛 可是这个是个树装的 嗯 标标准准的上一栋 再不再加我就不知道是不是 二娃只能说尽量的试一下 盘下了再来啊 盘下了再来 他腰架太高的话就不来 腰架还能够结实的话就可以了 哎 马上也不干了 快了哈 哇 这个脑枪 哇 啊 这个树桩 也不要端到树桩下面去哈 这个下面去我脑壳就要痛哦 哦 进去了 找了 兄弟们 这条扇鱼 最少半斤 那我说最少半斤 对 哎 激公车 到了 幸好有神器 要不然这条上也真的不好吧 200 哇塞 如希哥200 200可能绝对不得行 想都不用想 这个地方200绝对不可能 因为你是黎明的鱼的话 不谈钱的话 人家也不让你干 哎呀喂 老墙里面去了 500能弹下来 我觉得都不亏 但是500可能有点悬 500应该弹不下来 说老实话 估计可能1000开外去了 二娃你觉得呢 我觉得 我也觉得应该1000开外去了 哎呦 这个不好把我 对你一起算啊 我这里还有个洞 下面还有底洞 我估计跟你说了1000开外去了 下面还有个底洞啊 兄弟们 下面还有个底洞啊 别急 重点的就是 本来就是人家的鱼汤 给人家分一半的很正常 说实在话 这里 先能打开 这个现在我都没底了 兄弟们 不是说像这种一般多少钱啊 他不是说因为善于 他是因为他他里面的鱼 哥 里面的鱼 我也跟着这个树子都都钻了 大哥 这个工程 你们觉得二娃能不能干上来 我现在脑壳都有点痛了 说实话 没有啊 张先生 说老实话 反正我1200我都能接受 多了的话我也不能干 我心里面就差不多那么想的 到时看嘛 你怎么确定里面 不确定啊 如果摸到里面是个山鱼洞啊 对 他标准的山鱼洞 他就不知道山鱼在不在家而已 还是他的温的 怕他从那里面端起跑 他这个树子 这下面还有个洞 他这里面的鱼 我看了一下的话 也不算很大 洞还在哈 兄弟们 摸到了 摸到了 哇塞 尾巴到楼齐了 这是他的 摸得还打得很 打 又滑跑了 摔 哇 进货了山 进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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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兄弟们进货 哇塞 哇哟 我看到尾巴在外面摔了 你拿 我的天呐 牛 来 太爽 对可以 还可以 这条 哇牛皮 小进货 哇塞 还是半斤以上了 对对对 我说最少半斤吧 这条 漂亮 来兄弟们 来哈 给家人们看一下 今天的收货哈 哇塞 今天的收货 不得了哦 来嘛兄弟们看一下 巴巴实实的哈 漂亮亮亮的哈 桶里面还这么多 来来来 喜欢富外的家人们双击加关注哈 每天带你们玩遍乡村富外啊 好 对 啊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